我们前面提到 每一个函数有自己的一块空间 这个函数里面的变量参数 都在那个空间里头 前面说这个说法 提法不太确切 确切的说法是说 函数的每一次运行 它会得到一块自己的空间 这个空间里面呢 有它自己的变量 有它自己的参数和别人是分开的 比如说 我们前面那个sum的例子 在这个程序里面 我们有一个sum 然后呢 要被调用三次 另外还有个min 对吧 所以实际上发生的情况呢 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看作说 我们有一个min的空间 这里面呢 放着min里面的所有的变量 但现在我们的这个min是没东西的 我们调用第一次sum的时候 sum里面有a和b 那么它得到的是1和10的值 然后我们再调一次sum的时候 它的a和b得到了20和30的值 在第三次调用sum的时候 它的a和b得到了35和45的值 每一次的调用 它都会进入一个新的空间 在那个空间里面 a和b具有不同的地方 具有不同的值 每一次调用都这样 我们可以从根中的 也可以去看出一些这样的端倪来 我们在这射端点 现在在这个地方 min里面没有什么东西 然后我们进了sum 在sum里面 现在我们的a和b有了 是1和10 我们从这个函数出来以后 在下一次 在进去的时候 我们又有了另外的a和b 这一次的a和b和上一次的a和b 没任何关系 它们是断开的 它也没有继承上一次a和b的结果 这里面这一次我们有i 现在我们运行下去 现在我们i和sum i一开始是20 我们可以想见 当我们运行到这个地方 当我们运行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第14行 再设一个断点 然后用resume 让它直接运行到这里 这个时候i的值是31 所以也就是说 当我们离开这一次sum的时候 i的值是31 那当我们下一次再进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i还不存在 因为我们还没有对i 做过任何的初始化 可是一旦我们对i做初始化 我们也看到 就是35了 函数每一次调用 都会有自己的空间 我们甚至可以写出 这样的函数来 你看 这样子 我们做一个 返回一个int的函数 比如说我们叫做factor 它要一个i左右输入 如果这个i是1的话 那我们就返回 i本身 否则的话呢 我们要返回的是 这个i乘以 factor i减1 这样一个函数 这函数做什么呢 假如说 我们想要让它 说int k呢 等于 factor的3 然后我们来输出一下 这个3 我们看看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可以还是 在25行这里有个断点 程序一进来 我们就要测试一下 我们来跟踪一下 现在呢 在我们 在这一行 对吧 那现在k还不存在 我们要进去 进factor3 factor3就意味着 我们要调用这个factor函数 把3传给这个i 对吧 然后现在我们进来了 进来了 现在我们的i是3 那么i肯定不等于1了 所以我们要做下面那一行 对不对 下面那一行 做的事情是i乘以 我们要再去调用一次factor 再去调用一次factor 但是呢 给它的值不再是i了 而是i减1 i减1是多少 是2 所以如果我们再用这个step into的话 我们就会又进入到factor里头来 但是这个时候i是2了 然后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到一些端倪 在这里他给我们列出来说 最开始我们是从min的25行 min的25行在这 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调用以后呢 进到了factor的第21行 在这 然后呢我们又进来了 又进了一次factor 在第19行了 所以我们从min调用了factor 又从factor调用了factor 现在我们停留在这一行 那在这一行 i还是不等于1的 我们要继续 又要做i减1这件事情 就要再去调用factor 所以我们再进一步的 step into进去 现在我们又进了一层factor 这层factor又有自己的i 这个i是1 所以每一层的factor 每一次调用factor 它都会形成自己的一个空间 那个空间和之前的factor的调用 是无关的 然后现在i是1了 我们return那个i也就是1 回到了这里 层次少了一层了 对不对 少了一层了 因为那一层已经结束掉了 回来了 回来以后 在这里我们factor返回的是那个1 1要去乘以这里的i 也就是2 然后把这个作为结果再返回 于是回到第一层factor那边 现在i是3 而factor的返回是个2 然后我们再返回的时候 回到了main这里 做一次辅值 k就得到了6 所以函数每一次运行 每一次被调用 它都会建立起一块自己的空间 在这块空间里面 有它的变量 有它的参数 那么我们把这些东西 函数里面定义的变量 函数的参数叫做它的本地变量 当然更加准确的说 定义在函数里面的变量 叫做本地变量 函数的参数是一种本地变量 这些叫做本地变量 那么变量呢 它有它的生存期和作用域 对于本地变量来说 它的生存期和作用域是统一的 生存期指的是说 什么时候它存在 什么时候它不存在了 作用域是 什么时候它可以被看见了 什么时候它不能被看见了 对于本地变量来说 这两者是统一的 到这个进阶课程 我们会学到有些其他的变量 比如说类的成员变量 那个时候 它的生存期和作用域是不统一的 那么本地变量来说 生存期和作用域是统一的 很简单 什么就是大括号 你在什么地方定义的变量 它就在那个地方是有效的 离开了定义它的地方 它就无效了 而定义它的地方呢 指的是它所在的那一层的大括号 也就是说在Java里头 我们还可以在更小的层次上 去定义变量 在函数内部我们还有什么 我们还有大括号 比如说if语句有大括号 for语句有大括号 其实我们之前还试过这个事情 你还记得吗 我在这有一个for语句说 int i等于0 i小于10 i++ 然后我要做点什么事 在之后 我是可以再来定义一个这样的for语句的 这个int 依然可以再来写int i 这个时候 实际上的意思是说 我的这个i的变量 是for里面的 我在for里面可以用 比如说我在这有说system.out 这个println 这个i 这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离开了这个for语句 我要想在这儿再去输出这个i 对不起 他说这个i不存在 为什么i不存在 因为其实我们这么写的意思是 这个i是在for里头的 如果我们现在这样写说 这是i 又有错了 他的错误是另外一种错误 他说因为这里定义过i了 我们看他错误题是什么的 他说duplicated 他说这里定义过i了 那你不能再在这里定义过 我们在这个一个范围内定义过 定过一个变量以后 两件事情不能做 第一件事情是 假如说 当然我现在把这个去掉 这个错误没有 假如说 我在下面又来一句说int i 这事儿不行 因为在同一个大括号里面 你重复定义了 所以这是不行的 还有种情况也不行 这是比他小的大括号 对不对 如果我在这儿定义一个k 没有任何问题 k正好有问题 我们在这儿有k 这儿也有k 正好这说明这儿有问题的 这个 在外面的这个大括号里面 在比较大的范围里面 定义过一个变量以后 不能在更小的范围内 去定义一个从明的变量 当你定义一个不从明的变量 比如说这个叫做h 这没有任何问题 我可以定义一个新的变量 当然这个h在这儿是不存在的 比如说 我想在这儿说输出下这个h的值 对不起 这个肯定是不行 就算我给他促实化了 这也不行 所以在在这个地方 它不存在了 因为这个h已经没有了 这个h只是在这个大括号里面的 离开这个大括号 这个h不存在了 所以这是不行的 定义在外面的这个ri 在这个里面 我当然是可以用的 它表达的就是 这个外面的这个ri 当然我们现在 如果函数有参数 比较像现在这个地方 函数有个参数叫做ri 我再来一个变量叫做ri 行不行 当然也不行 因为这个参数是一种本地变量 对吧 所以基本的规则就是这么几条 我们的本地变量 定义在快里面 所谓快就指的是大括号 从开口大括号到结束大括号 这个叫做快 在快里面定义的变量 叫做本地变量 那这个快可以是函数的函数体 也可以是某个语句的 那么一个语句块 这都是叫做快 你甚至可以什么都没有 我就拉一堆大括号 这也是可以的 我们可以试一下这件事情 我们在这 说啥也没有 就有一堆大括号 然后再来个变量 HH 没任何问题 凭空的 凭空来这么一堆大括号 完全可以 那程序的运行 在进入这个快以前 这个变量 快里面定义的新的变量 是不存在的 而一旦离开 这个变量也不存在 也消失了 那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代码 稍微改造一下 适合我们做调试 我们在这 初始它会0 然后我们去 输出 它的值 这个HH 然后我们来跟踪 调试一下 我们还是在这 放一个断点 现在呢 我们的程序停在这一行 我们直接就把这个 给过了 过了之后 我们输出了 这个K的值 这是6 然后我们就进了 这一对大括号 现在 HH还没有 因为我们还没有 复制 对不对 我们做了一次 复制以后 我们在调试这里 能够看见 HH这个值了 然后我们输出了 HH的值 这是0 现在我们已经离开了 这对大括号 你看我们现在已经在 第31行了 离开了这对大括号以后 HH不存在了 K还存在 因为K是定义在 更大的一个范围 就是命函数的 整个的范围里面的一个变量 所以K还存在 但是HH 已经不存在了 快外面定义的变量 在里面依然有效 我们已经看过了 而一个块里面 你不能去定义 同名的变量 你也不能定义 在这个块外面 曾经定义过的变量 本地变量是不会 被沃人初始化的 这样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的这个 HH 如果写成这个样子 它是没有被初始化的 如果我试图 直接在这里去 使用HH的值 马上会得到一个错误 它说呢 这个本地变量 没有被初始化过 我们必须在某个时候 对它去做一个 第一次的辅值 然后才能够去使用 这个变量的值 在第一次辅值之前 这个变量是不能被使用的 所以它没有默认的初始化 我们以后 在进阶课程里面 讲到对象 我们才会提到说 类的成员变量 在构造一个对象的时候 会得到默认的初始化值的 那是下个学期的事情了 而我们的参数呢 参数是在调用 这个函数的时候 被初始化的 所以你为什么调用函数的时候 必须给它 数量相同的 类型相同的值 就是用来在 进入这个函数的那一瞬间 对这些参数做初始化用的